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启言怪时都有它独特的传说 红岛三十三井之一的道僧岩 与为了成佛而合掌祈祷的僧侣 长得一模一样而得名 道僧岩里有着关于渔夫的悲欢故事 很久以前 红岛住着一个善良的渔夫 孤身一人的渔夫把自己养的狗 当作亲儿子一样照顾着 昨晚睡得好吗 哈哈 饿了吧 等一下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渔夫不把狗当动物 而把他当作亲儿子一样悉心照料 孤独寂寞的渔夫在照顾狗中寻找着幸福 一天渔夫和往常一样出海捕鱼了 我出海捕鱼了 好好看家啊 好好好 我会快点回来的 但是出海的渔夫却从此没有了音讯 进渔夫不回来的狗望着一望无尽的大海 痴痴地等着 等到最后累死在海边 村民们都非常心疼这只狗 想主人想得累死的吧 真可怜 他也不吃村民们给的饭 看来是主人过来接他了 正好路过村子的道僧 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难无观世音菩萨 道僧为了安抚狗的灵魂 用念力在海上变出了一座岩石 岩石貌似合掌潜心祈祷的僧侣 后来村民们叫此岩石为中犬岩或道僧岩 每当下雨刮风时 还能依稀听到狗的叫声呢 除此之外 其他岩石也有很多美丽的故事 一位被流放到红岛的书生 找到新庚里洞窟后 在这里谈着嘉耶琴享受余生的故事 也流传至今 龙王为了四海的忠臣举办宴席时 九湖与真高 便将而成为现在的真高岩 及九湖岩的故事 也是其中一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